大家好,又到星期日了,又是我的section了 跟大家讲回星期上三堂,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讲了些什么呢? 又再不厌其分地跟大家讲一次了 第一天,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讲了一些创业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分劳,如何分析客人,就是第一堂我们会有讲的东西 第二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整个Digital Marketing里面究竟有什么渠道,有什么方向去宣传 如果有印象的话,第二堂大家都记得有些是自有媒体的,自己的网站,自己的Facebook,自己的IG去做contact 这一部分讲contact的话,接下来有两三课的课程由Bernie去做主理的 到时大家会再分享多些,究竟是做些内容,或者可能这一部分呢 有些跟你们接下来的功课里面是更加息息相关的 第三堂,上堂大家有记得我讲些什么的,我们有讲些Google的广告,又讲些YouTube的广告,又讲些Display的广告 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三堂里面讲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都不厌其反跟大家讲 所有我们在学中的,上堂所有在学中的广告的设定呢,其实都只是一些工具来的 都只是一个派传单而已,最终呢,都要referl回我们第一堂里面讲的,究竟我们讲的 那个产品的独有法则是什么,究竟你是什么的竞争阶段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竞争阶段,也不知道自己的独有法则的话呢 其实你在后面呢,你落式落广告呢,都只不过,我们经常说的,你都只不过是工具人而已 只不过是一些工具东西,你帮忙做 那么这个技术呢,其实你问我呢,也是很有用的 但是更加取缔不到呢,就是你究竟你怎样想一个市场的东西 怎样去想一些竞争的策略 怎样去想一想,究竟整个产品里面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我自己觉得呢,是能力的更加宝贵 也都适合呢,在你的Digital Marketing里面呢,更加想多一点点的 那么,最后都提一句,Digital Marketing 由Digital和Marketing组成的 那么你现在学会的工具呢,其实都是Digital的东西 其实,虽然你说可能是不是很复杂呢,我觉得不算很复杂 那么,只不过将以前offline的东西放了上online 然后在一些数据里面呢,可以分析得到 那么,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呢,都坐于究竟你的Marketing 那么,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来得更加重要的 那么,这个就是小小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希望大家会记得的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说些什么呢 今天呢,其实是相对上轻松一点的 也不要说轻松一点的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在下广告的层面 我们现在有三个,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究竟你自己本身的独有法制是什么 你的Marketing的Pack Position 究竟你自己在市场上是什么 这个第一步要想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学会下广告了 那么,什么广告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比如刚刚说的,关键字广告应该做些什么 SEO通常是怎样用 然后,可能在Display的广告,就是Banner广告是做些什么 YouTube的广告是做些什么 那么,这些呢,也是上一堂里面呢 我们也有再说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另一个 比较重要的篇幅了 就是,究竟你的网站的分析了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网站分析 就是,带一些人去我们网站里面 那么,我们今天先不讲一些APP 我们主要讲网站 就是带一些人去网站里面 那么,究竟其实他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做些什么呢 那么,这个呢,也是给我们分析 究竟我们的客人呢 其实是属于什么的 那么,当然,这个世界最理想的就是 如果你好像一间小店 如果那些人进来 100个人进来 100个人都买东西呢 那么,老实说 这些情况呢 其实没有东西好分析 你都知道 究竟那些人进来 是个个都买的 那么,但是为什么我说 现在网站分析很重要呢 因为一般来说 一个网站里面 100个人进来 其实大致上 只有4-8个人呢 会买单的 就是给钱 我讲的,网店 一些网店 4-8% 100个里面只有4-8个 那么,你就很想知道 那么,究竟那90几个 不买东西的人 究竟在网站里做些什么呢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工具 叫做Google Analytics 是一些网站分析的工具 那么,这里呢 今天呢 就会多一些蝙蝠 会讲一下 网站分析的工具 是做些什么 给你多一点点想法 究竟我们去分析这些东西 究竟有什么要注意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再讲什么呢 我会讲一个 讲多一点的通知 Hot jar 那么,可以分析一下 究竟其实 一般人的那个视角 或者可能他的滑鼠 究竟在网站里面 逗留在哪个位 然后就知道呢 其实这个产品呢 哪一个位呢 会吸引一点的 那么,就是我们会再讲 有些网店啊 有些可能在电邮里面呢 那么,如果我们等等都可以的话 我就会开我自己的平台 我也不介意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其实 我们平时 做一些EDM的时候 或者我们做网站里面 究竟其实那个功用 或者究竟我们是在做些什么呢 那么,我最后也会分享 那么,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关系 也不是最专长的地方 那么,我会讲一下网店里面的工具 就是网店的设定网店 或者建立网店需要有的东西 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 可能是Shopline Shopify 甚至可能是Boutier 甚至可能是WoolCommerce 那么,这些呢 我都会有一些YouTube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 看完之后呢 也可以发问一些东西 那么,我先说明 在一个网站设定里面 或者建立网站里面 我都会做的 但是,我就不是完全是一个 就是我们不是设计 或者是编码的人 所以,我尽量 有些关于网店里面 我的使用 究竟他怎么用的话 我尽量分享给大家听 但是,那些技术的问题 你都不介意 你都可以问我的 那么,我可以放下 保留下 然后,我之后呢 有机会呢 我可能你 你Inbox也很好 或者找你也好 我尝试解答你的问题 好了 那么,今天事不宜遲 我们讲一下究竟其实 就是 Google Analytics 或者网站分析 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呢? 那么,讲多一点点吧 那么,今天的时间里面 没有可能 遇到所有网站分析的东西 而网站分析这件事 其实是一件很深 可以做到很深的科目来的 或者叫做的设计 一些研究来的 那么,我之前有写过几篇文章 有一篇就是关于GA4 就是现在最新的 网站分析的详细基础功络 也有做一些GA 就是Google Analytics 一些最详细新搜集门的指纳 那么,大家现在暂时不知道 是Google Analytics 不要紧 你当一个网站分析工具 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有几个 就是我们会有做的事情 那么,我有几个展触了的 那么,我主要就是说什么呢? 我会讲 Web Analytics 101 第二,我会讲运动频道 和Authubution model 之后,我会讲一下Ga4 现在是最新的工具 之后,我会给你一些指引 或者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做一些运动 去分析一些流量的时候 究竟我们有什么分析 到底有什么基本的用途 究竟在GA里面 或者是网站分析里面 应该去做什么 那么,那我先说到网站分析的101 很简单而已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做網站分析呢? 其實最簡單的也可以看回螢幕裡面 我們就叫做 簡單來說我就可以吸收任何數據 數據包括什麼呢? 就是究竟你在哪裡進入網站 你在網站裡面看了哪幾頁 究竟你在哪一頁裡面逗留了多久 以及你在哪一頁裡面覺得很悶 就馬上彈走了 為什麼我們要收集這些資料呢? 很明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網站裡面 更加了解 其實我的受眾是什麼情況 或者我的網頁究竟是什麼 今天有兩個很重要的項目 我希望大家都記得 做網站分析裡面 看很多數據 或者以前教很多同學裡面 就大家看數據 就看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最重要 你找到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也都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貿易 或者是想進入職業裡面 有兩個很重要的目標 你要做的 就是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你可以找到 究竟是什麼的渠道 或者是什麼的 campaign 或者是什麼的內容 是真的可以幫你帶到一些 user 一些叫做流量回來 舉個例子 現在主要的頻道 可能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可能是社會 社會簡單來說就是 Facebook IG LINKIN 第二是Google給錢的廣告 上一堂有說的 如果有印象 關鍵字的廣告 第三個可能是SEO 一些免費的Google流量 也都可以回來的 第四種可能是放一些不同的 campaign 可能有時候會說的就是 campaign裡面可能有幾種 比如說KOL 可能你有搞一個 campaign 你都會有 介分很多種 第一種可能是A KOL B KOL C KOL D KOL 有四個KOL 究竟在四個KOL campaign裡面 在哪一個 campaign回來的質素 是會高一點點 是真的幫到生意 或者真的帶了一些流量 到你的網站裡面呢 那麼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們需要 在做網站分析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或者你需要留意的事情 第二個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 究竟在網站裡面 究竟一些人在做什麼 我們經常都說 每一個網站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都會有自己的交易 就是它的轉換 就好像我們這樣 以我們的公司網站為例 或者一些服務的網站為例 最直接的就是 究竟有多少人去看它的網站 這個也不像一個轉換 最重要的轉換是查詢 或者下載某些東西 通常就認為一些服務的網站裡面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交易轉換 對它來說 什麼叫轉換呢 就是真正可以幫你公司 帶來一些影響 我們所說正面的商業影響 可能下載ebook 是一種 也都是可能去查詢 更加明顯 就是一定查詢我 我才有機會做生意 那麼 網站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主要一種就是 給錢做生意 或者我們有兩種 一種就是 會員註冊 相對上就是 容易一些 之後如果最終的目標 就是希望它買東西 有些APP的話 很多時候就是 它的APP就會下載 這個APP是它的交易 第二可能就是 如果你願意課金 如果玩遊戲的話 第一 它最希望 最想出現的 也覺得對它生意大力最來幫助的交易 那麼 這個網站分析裡面 我們寫了講的就是 我們希望知道究竟 其實在網站裡面 它在做什麼 它在用什麼 它在看什麼 從而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蛛絲馬跡 究竟它究竟可以怎樣 令到它的轉換率提高 譬如說 它每次一看到某一頁的位置 我們經常講的 有個例子就是 如果你一般來說 我估計在座這麼多位 十個有九個 或者九點九個都有去過 網站買東西 那麼網站買東西 其實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你想到的就是 首先你去它的 Home page 去它的 Home page 之後你可能會選擇 Categories 第三個呢 如果它選對了的話 你就會放進它的購物卡裡面 購物卡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可能你就會查看 查看裡面也分很多種 可能你會打Hs 入Payment 所說的Billing 到最後查看 真的給錢那一刻 那麼在這麼多的流程裡面 究竟哪一個位置 可能剛剛所說的 100個人裡面 有94個人都沒有賣東西 那麼在哪個位置的流失量 比較多 如果假設可能是在給錢的位置 流失多一點的話 那麼究竟會不會是我自己本身的 給錢的Payment 機率 可能我現在正在用 就是用 可能有兩種 舉個例子 一個是支付寶 一個是微信 那麼如果我用微信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阻滯 令到它查看不到呢 那麼我們就去研究這件事 如果可能它很多時候 就加了一個產品進去 再入了它的購物車 再禁 然後它無緣地走了 有機會通常就是 其實會不會加了購物車之後 這個運費很高的 令到一些人覺得 對產品有興趣 才會加入它的購物車 但是去到checkout那一刻 它走了的話 會不會是運費其中一個大的問題呢 那麼這些也可以在網站裡面 做分析的時候 從而去推斷究竟 其實出現什麼大的事情 或者什麼影響到 有些人不買東西 或者有些人進行轉換的 那麼這個就是網站分析裡面 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麼當然 這個世界的網站分析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有我們有講Kiss Matrix 有Max Panel 有Adobe 那麼對大家來說這些字 都很陌生的 那麼大家其實都不需要太理解 什麼來的 你記住就是網站分析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但是Google的GA 或者現在叫全世界最多人用的 Google Analytics 只不過在這些網站分析裡面 其中一種的工具 而已 那麼你多說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用Google Analytics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 不同的網站分析的東西 有四個很重要的 那麼第一個 因為它免費的 當然它有些叫做 有些叫做 牽扬版 叫做GA360 簡單來說 如果你的網站的流量很多的話 你可以申請它 它有更多的功能 但是它這個 算是你 大部分的網站裡面 我們講香港九成的網站 就是基本上九成的網站 用GA 免費版本 已經得出了很多很有用的東西 所以免費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 為什麼它會這麼多人用 那麼當然還有其他好處 但是你問我自己 第一個好處一定是免費的 就是當我要付錢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比較 但是在GA裡面 免費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 第二個就是 提供模特兒 那麼這一部分 我會之後 會再講多一點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做Digital Marketing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或者概念 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你將會在後面裡面 會犯了很多錯 或者是分析裡面 會有很多盲點 第三個就是e-commerce tracking 在GA裡面 如果以前 如果你用不同的技術的話 有機會 你要做很多不同的 測試 你才可以追蹤一些 網絡店裡面 究竟它買什麼產品 究竟最後它買的尺寸 是多少 最後它是從哪裡 但是在GA裡面 很基本上 按一兩個小 就已經可以跟現在 現有的大部分 九成的網站的平台裡面 做一些對摺 就自動可以追蹤一些 比較深入的資料 就是e-commerce 什麼產品 它有檢測的流程 以及它到底買多少 你也可以看到 第四個 也是他剛剛所說的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Google 的解決 如果大家有印象 上次我跟我說過 就是Google的關鍵字廣告 也有Display廣告 YouTube廣告 那麼GA裡面 或者Google Analytics 是最無縫 可以涉及到這些東西 也在資料裡面 相對上是最準確的 說真的 現在大部分的公司 如果做推廣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用Google的 Google廣告的產品 如果用Google廣告 其實相對上 配合會做得更加更加好 這是四個大家比較重要一點點的項目 那麼究竟在網站分析裡面 究竟其實我們有哪五樣東西可以做呢 之前也大致上有講過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的訊息的頻道 究竟我從IG回來會好些 究竟我從Facebook 從Google 哪一個可以幫我達到更多的流量 甚至是收入呢 第二 什麼campaign 可以幫我達到更多的收入和流量呢 我剛剛所說的 KOL都可能有很多種的 那這個是campaign 第三個 就是可能你這份人可以再細緻一點 就是究竟你的搜尋 你的關鍵字 廣告裡面 你可能有很多關鍵字 譬如說我剛剛上課也有講過 可能有隱形眼鏡 有彩光隱形眼鏡 有博士論 隱形眼鏡 有AQFIL隱形眼鏡 有很多不同牌子的 那究竟哪一個牌子 或者哪一個關鍵字 其實真正可以幫我達到更多的流量呢 亦都可以在網站分析裡面做到的 第四個 當然哪一個著陸頁 其實真的可以幫我達到更多的東西 我們需要做這些分析的 第五個 究竟那些規定 他如何測試 或者我們如何在我們平台中走來走去呢 那這個也是網站分析裡面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好了 今天講多一點 技術一點 這部分我就不講太多 大致上 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調查的工具 其實那個原理是怎樣運作呢 簡單來說 就放了一段標誌 在你的網站裡面 當你按網站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 放了很多東西 同一時間 就放了 再進入了那段標誌 那段標誌的原理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進入了網站 譬如你去了我的Home Page 然後那段標誌就會走走 它走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產生了一段標誌 然後它就會將我們 這一頁裡面的資訊 就傳回到Google Analytics的平台裡面 Google Analytics的平台裡面 就記錄了我們 曾經哪一個 哪一個 從哪一處 就去瀏覽 在什麼什麼時間裡面 瀏覽了這一頁 那你就可以在G&A裡面 可以查詢這些資訊 今天給大家多一些例子 其實 究竟怎樣可以把標誌放進去呢 有三種的 第一種叫Google Tech Manager 有興趣可以去到網站裡面 我有一篇專門說G&A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硬碟 簡單來說 如果你自己在做Digital Marketing 你可以跟你的 你的開展 或者你做計劃的 說回 放一段標誌下去就可以了 第二個就是網站的背景 現在很簡單的 基本上如果你用Sortify Sortline 進去 大致上六個鍵 你就可以放到一段標誌下去了 就可以做到剛剛所說的網站的分析 一些這麼詳細的工作 小小的Tag 大致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一段Tag 就是G&A的Tag 基本上它就會中了在你的網站裡面 每一頁的 每一頁裡面都會中了 然後你去每一頁裡面 都可以調查到你一次的記錄 這就是大致上的Tag 要做的事情 那是UTM 我經常說的 在網站分析裡面 其實有些東西我們需要設定 如果你是在Google的產品裡面 就不用按 但是那一陣子你做KOL的Campaign裡面 你需要設定UTM UTM簡單來說 就是告訴Google 其實你這個連結 在哪裡按過來的 有些產品其實它不會自動檢查 譬如說雖然它大致上可以分到 如果我在Facebook按進來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 歸類了進Facebook 但是在Facebook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連結 第一,你可以想像 第一,就是 可能我自己正在做的內容 可能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你正在做的內容 也可以是按進去網站裡面 可能你做廣告 做四、五種廣告 也可以在那裡按進去網站裡面 第三,可能是這個Pover那裡 有個Cover位 Cover picture 你有一條連結 又可以在那裡按進去 第四個了 甚至可能你把你的網站裡面 給了很多不同的KOL 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有四個朋友 你把你現在的網站給了四個朋友裡面 那四個朋友裡面 究竟它回來哪裡呢? 如果你純粹靠GA 即是官方的做法 它只能夠知道 這四條連結都發了的話 都是在Facebook回來的 但是如果我想細緻一點 究竟我想知道哪一個朋友 或者哪一個同學 或者哪一個KOL 甚至是哪一個KOL裡面的 哪一個Post回來的話 我們需要設定 一些叫UTM的東西 那舉個例子 如果大家有多留意 有時候的網站後面 會有一串 你會看到一串 好像不太有關事的東西 譬如說這個網站 如果你純粹上這個Kicks.co 你會看到Google S的話 可能你也會上到網站 但是為什麼後面 有一個堆問好的東西 說這麼長呢? 這個網站 那大家就和大家解讀一下 那後面那堆東西 是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第一件事 如果這條連結你按進去的話 第一個它在哪裏 那你會看到 第一個會在Facebook裡面 這就告訴你 我這條連結在Facebook裡面 第二個你就可以設定 這個UTM就告訴你 這是一個社會的帽子 是平時有帽子在網站裡面做的事情 第三個可以告訴你 是什麼Campaign 那是Christmas 的Campaign 2020年的 那如果你從這條連結 按進去之後 Google就會記錄到 這條連結是從哪裏呢? 就是Facebook的社會的帽子 就是你平時在網站裡面打的東西 那個Campaign 就是2020年的聖誕節的Campaign 那這條連結 其實你可以自己設定 當你放進去之後 那Google就可以識別了 那這個也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有時候你看到那些連結 除了它真的中文的時候 變成了亂碼 或者變成了很多數字之外 其實通常你看到UTM 或者referred source這些字 就告訴你 其實它做了這些設定 令到你知道究竟 其實你按這條連結 進去網站的時候 是從哪裏回來的 那這個給大家 一定會有緊張的 如果你是做一些 叫做網站分析 或者你真的籌備一些 數據市場的情況的時候 舉個例子 好像剛剛所說的 很多時候 我們要做 我們去一些大公司 一些小公司 有什麼都好 你要做KYL的Campaign 你一定可能 你不是做一個 同一時間做四個 那你也想知道那四個 其實你可能 你給你老闆也想知道 那四個 其實是 從哪裏 會好一點 哪裏 哪裏是幫你帶多些 訊息 以及哪裏是帶多些收入 像這個例子 假設現在 有三個人 一個是Terence 一個是Ellen 一個可能是Peter 這樣 那可能大家都是出Facebook 那我會怎麼做呢 Source會是Facebook UTM Medium 中介可能就是 Social Post underscore Terence Peter 或者Ellen 有三種不同的 就將這三條連結 分別派給這三個人 放在他自己的網站裏面 那你就可以查到 其實哪一個人會好一點 是不是Terence會好一點呢 是不是Terence那條連結 是帶了多些訊息進來呢 還是究竟哪一個人 會多一點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先記得 UTM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我們Cookies 我們經常會有的 就是究竟我們Cookies有什麼 就是每一個網站 其實都會有自己的Cookies 他可以做什麼呢 他可以搜索你的資訊 究竟你這個Cookies的人 究竟他在網站裏面做了什麼 他當你是一個獨立的用戶 一個獨立的個體 這個就是Cookies上面會做的事情 有些時候會問的 如果大家最聽到Cookies 除了真的是Cookies餅之外 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可能在用Chrome 或者不同的網站的時候 你可以去一個地方 就是什麼清除紀錄 清除Cookies 你其實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清除Cookies之後會做什麼呢 就是你會重新出一個新的Cookies 如果你採取Cookies之後 再去一個新的網站裏面 他就當你是一個獨立的用戶 這個就是Cookies的原理 好像剛剛這張圖裡面 也看到的 就是如果你去網站裏面 然後你可以去Privacy Security 你可以一下子就採取所有的Cookies 那麼你基本上是去櫃 你採取完這些Cookies再進去那個網站 他就會當你是一個新的用戶 好了 那麼有三個的 Termonologies 我們通常在Tracking裡面 我們需要考慮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一個User進來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去查一個User 究竟在網站裡面有多少個User 或者有多少Visitor 進來 有多少Visitor 我們之後就會在User裡面 究竟他裡面有多少個工作階段 那麼第三個 在工作階段裡面 究竟有多少個Page View 後面我會再說說 一些什麼是Section 什麼是Page View 那麼大家 就是相對上是難一點的 就是Google Analytics 那麼大家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給少許時間 大家記得這些是什麼 因為相對上 如果你問我 對比之前的三個課堂 比較沉悶一點的 那麼但是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相對上技術一點的東西 大家可以給多一點時間 去用心去上一上 那麼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得著 那麼第三個東西 User 在User裡面 我們會查到 究竟有100個User在我們的網站 那麼一個User裡面 究竟有幾個Section 工作階段 他會有 有可能一天裡面 究竟他會 在一個User裡面 會做了幾個工作階段 就是一個工作階段裡面 其實他會有多少個View 或者他曾經做了什麼Event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會考慮的事情 那麼另一個 我先說Miseta 在舊版的Ga裡面 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Cookies 其實每一個網站 都會有自己獨特的Cookies 那麼會造成什麼情況 就是如果一個Extreme的Case 假設你是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App 連同一個網站 例如舉個例子 可能是一些外賣的 觸遞的網站 他只能有自己的網站 你只能有自己的App 那麼如果假設你 你真的 如果你用Fire Force 用Chrome Servaria 也可能有Play Store的App 有App的App 在舊的Google裡面 就會檢查到五個用戶 問題大家覺得 給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這樣是一件好事 還是不好事 如果一個用戶裡面 我如果有三個視窗 有App 有App 有Google的話 那麼究竟其實 這樣分開了五個Cookies 當它是五個用戶去檢查的話 那麼大家覺得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大家看看 現在看看大家有沒有上課 或者是否在這裡 由他嘗試回答一下我 Bad Thing 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Bad Thing呢 不好 應該不好 有沒有例子 為什麼覺得不好 難以同一追蹤 對 還有沒有第二個 多答一些 會以為很多人 其中一個 都是會有的事情 好 不好 看到同學了 找到同學回答 我就說下去了 這個 這個 應該平時有做開 是有做開Digital Marketing 同一個人 同一個資訊 OK 不好 因為會分散 好 OK 對了 其實大家基本上的答案 是沒有錯的了 其實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如果用這樣的情況 當然 實際上其實 機會是很小的 大家通常都跟一個搜尋 通常大家很少是會 真的會用三個搜尋 很多時間是用Apple 又用Google Play Store 好 那我再問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人是用多一個 基本上 日常生活中裡面是用多一個搜尋 如果 對了 用幾個搜尋 原來是什麼 我也想知道 這個我自己也不知道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用幾個搜尋 你們會 純粹研究一下 沒有關係的 這個厲害 Servaria Google Chrome Apple Store 三個 有沒有人是開 叫什麼 開三飯的 就是Chrome Fire Force Servaria 是有用的 隨手 隨手按 這個也好 很隨便 這個更誇張 這個 現實事不想被追蹤 分析這麼清楚 也好 好有保障自己私隱的 的東西 欸 可以分開看不同資料 都幾 都跟我的 跟我的了解 真的有些出入 所以有時候真的未必知道 我自己就 是 Chrome 本來我自己有做很多 就是 我用著 就是 Google的 Login 或者Google的 很多不同的產品 我就一定用Chrome 這裡我看到很多人 原來都有 有幾種 有人用Edge 這個厲害 很少人用Edge 有人用Fire Force Chrome 這個更加 我就不特別再解釋了 聽你這樣說 原來很多人都這樣做 如果很多人這樣做 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不可以很清楚 究竟其實 一個用戶 那個客戶的 是什麼 那是什麼原因呢 譬如假設 就是正常 我們當我們 我們想像的 一個人會買東西 可能是 第一 他進來的時候 是Google的 就是可能他在 關鍵字廣告進來 進來之後 看完了一輪之後 跟著他走了 然後呢 他又會回來 可能他就是 直接打個網站 打個網址進來的 進來之後 然後呢 他又可能又再沒有買到 走了之後 然後呢 可能他看了一些 追蹤的廣告 之後呢 然後呢 他又再回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他才會買東西的 那就會看到一個很清晰的 的 客戶的旅程了 就是原來他是 通常第一次 就是看了Google的 關鍵字廣告 之後呢 他沒有買東西 他自己打個網站 沒有買東西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會看一些 回市場的網站 就買東西了 我們找到一條很好的道路 出來 但是好像剛剛所說 如果大家有些人 是混亂了那個 就是隨時不用的話 或者用不同的網站 很隨機地用 就會出現了些什麼呢 就是 有一個用戶呢 可能在關鍵字廣告 進來之後呢 然後呢 他就走了 這個用戶是沒有買東西的 但是剛剛用第二個 Savaria呢 他用了第二個 可能他就直接打一條連結 然後呢 他就直接買東西了 那麼我們呢 在這個情況裡面 又得出了可能 會得出兩個結論的 第一個就是 會不會關鍵字 進來的人 其實是 不買東西的呢 或者他連回來 也不回頭的 不只是第一次買 之後也不回頭的 然後在下面呢 那個情況 又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哇 原來很多人都認識我們公司的 直接打我們的網站 連結 就會來買東西了 那麼你就得出了兩個 可能相對上對你的決策裡面 其實不是這麼適合的結論 就是一個就是 原來關鍵字的廣告 不是很效果的 第二個 原來是很多人直接打一條連結 原來我公司的品牌很強 很強的 那麼這個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分析的用戶裡面 不得清楚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網站的話 那你整條 你的能力就會好很多了 你就會看到原來 關鍵字廣告 雖然他不是直接帶來轉化 但是他一開始 是幫我留住了很多客人 幫我吸引了很多客人 然後中間經過經過什麼 我才會去到賣東西的部分 你就會知道其實 每一個大致上 原來在不同的頻道 在不同的情況裡面 都佔了不同的比重 那麼這個就會相對上清晰一些 但是如果你好像以前 你覺得現在大家 打散包裝用 或者整個客人的旅行 或者整個客人的旅行 就會難看了少許 那麼這裏也是舊知識裡面 其中一個我們覺得 都比較大的其中一個問題 那麼另一個就是 Section 如果大家有看的圖裡面 通常Section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 但是在30分鐘裡面 如果我們沒有休息的話 我們就會計算了 做一個Section 像剛剛的例子 假設如果你看了 頁目一看 就是你看了 十四零一的時候 看了一頁 十四零二看了第二頁 如果你搞了 二十九分鐘之後 看了第三頁 第四頁 我們就界定為一個Section 一個工作的階段 可以第二個例子 如果你看了十四零一看了一頁 十四零二看了第二頁 31分鐘之後 你先再看 Add to Card 和Check Out的話 就會計算了兩個Section 這個大致上給大家一個想法 究竟這個工作階段是什麼 這個工作階段 通常我們測試 就是究竟其實 他有沒有辦法 我們一個工作階段裡面 究竟他看了多少個Page View 究竟我們通常測試 究竟其實我們的網站 對他的吸引度 是多少 如果這個工作階段裡面 他進來之後 他看了很少 就走了的話 那時候 跟他本身的網站 是否有利用的 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舉個例子 如果他進了網站 一個工作階段裡面 可能他看完第一頁第二頁 接著他之後 就走了 或者他隔了很久之後 才再回來的話 有機會 其實我網站的設計 或者設計 是沒有辦法讓他 有更多的內容 可以讓他參考 也都可能 某個程度上 可能他已經迷路 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或者覺得內容太悶 可能他就直接走了 甚至說 我不想看了 我看其他第二個網站 我就讓他閒置在那裏 那這個也是Section裡面 我們會做的事情 也舉多一點點的例子 在Chrome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究竟有多少個User 以及Section 和Page View 計算了的話 有沒有人答到答案呢 這裡總共有多少個User 如果在Google的層面裡面看 這裡有幾個User 還有這裡有幾個Section 對,有多少個Section 考考一下大家 好 現在大家試試答 User 接著有多少Section 是多少 Page View 大家就試試答一下 2是什麼2 2是User 還是Section 還是Page View 試試答一下 User是對的 兩個User 兩個Section 兩個User Section 有兩個User 兩個Section 兩個Page View 六個User Section 二 Page View 六個User Section 六個 Section 這裡有幾個User 這裡有Chrome 和Fire Force 總共有幾個User 這裡有兩個User 這裡有兩個User 就是總共有兩個User OK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Section 1 11.01 到11.05的時間 在30分鐘之內 我們正在看同一件事 是不是 如果這裡計算一個User 它點半回來 其實已經過了30分鐘 就變成兩個User 然後它在第二個User 裡面 它在Fire Force 裡面 在四分鐘裡面 看了兩個Page 也有第三個Section 我答案是什麼呢 就是有兩個User 有三個Section 以及有六個Page View 大致上是這樣 這一部分不要緊的 我想大部分都是 不對也沒有所謂 因為這一部分是相對上困難的 大家第一次接觸的話 大家大致上記得先 在User的層面 有兩個User 接著之後 我們會有三個Section 以及有六個Page View 總之它按一頁 它按一頁 就算一個Page View 一個很容易去說的東西 OK 好了 我們看看上面的問題 剛剛有同學問 可以用IP去追蹤的User GA不行 也不可以在GA裡面看到 究竟那個朋友仔 究竟其實是從一些IP 是什麼 因為IP某程度上都是一些 Google覺得是一些私隱一點的東西 它不是很想知道 讓你知道究竟其實 那個IP 是從那個User做什麼 當然有其他的 有其他你自己可以做的Tools 其實可以 某些時候追蹤到那個IP的人 其實是在做什麼 但是Google Analytics 其實就是不行的 OK 為什麼有三個Section 好 再講一次 第一個 十一點零一分 你呢 進去之後 你現在就看了三頁 十一點零五分 你就為之一個Section 你看到中間隔了兩個多鐘 你看到兩個多鐘之後 就會怎麼樣 如果隔了三十分鐘之後 它就會 跌到第二個Section 想像一下 馬上講 就是十一點零一 你看到那個Page 十一點零一 就看到那個Page 你就忘記了 就關掉它 或者你可能你放在這裡 就有它閒置了 然後你兩個多鐘之後 回來之後 它就會當一個新的Section去計算 這裡兩個Section OK 之後你有另一個Browse 用File Force去開啟的話 你就會變成一個新的User 以及一個新的Section OK 設定30分鐘 它自己本身的Default就是Section 可以30分鐘 你可以有些方法去改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為了大家 大家在 你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都在用不同的工作階段去做的話 我們這樣的情況 通常都是 跟它自己的標準 就是30分鐘就可以了 OK 沒問題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 我想是一個很簡單的 Web Analytics上面 你需要想到的事情 也好像剛剛所說 舊版的GA裡面 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雖然可能是同一個人 但是你隔開了兩個User 就變成好像多了兩個User出來 但是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可能根本就是 你沒有辦法很完整 去追蹤到他的客戶 journey 究竟他看些什麼 如果你純粹好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就會出現那個結論 就是原來每個User 他現在可能一個看四個 一個看兩個 看兩個 兩個項目 原來他們大致上 每一個人進來 是4加2 就6 每個人平均看3 但是可能其實不是的 可能不是真的 那麼不吸引 網站 或者一個User裡面 他看你6個項目 原來你的網站 是比你想像中更加吸引的 那麼這個就是小小的 就是盲點位 我們會處理的事情 好 那麼 之後呢 我們會講小小那個 traffic and attribution model 那麼這裡呢 是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來的 那麼我還沒講之前 那麼我先講一些 就是很Default的grouping 給大家一個印象 其實是什麼來的 那麼Direct 簡單來說呢 我們呢 就是當它是直接在這個網站裡面 直接打個網址出來 我們就叫Direct OK 直接可能現在你看到 就是某些網站 可能你很有印象的 就是www. 假設 ks.co 你很熟的網站 你直接在一個網站那裡打出來 那就變成www.ks.co 那麼你其實就會跌了 到Direct那個channel的 organic organic search 簡單來說就是你會跌下去 就是如果你是放一些SEO 一些免費流量 或者免費的關鍵字 關鍵字 就是搜尋引擎的流量 就會跌了到organic social 你會放一些 就是你會看到的 如果你什麼都不設定的話 就是linkin 所有東西就會跌到social email 就是如果你出一些email marketing 就是如果你又不特別設定的話 它也會跌下去email的 那referral 有時候可能你會給一條link 然後呢 你可能你會寫referral 可能它在那邊按進來的話 也都是計referral paysearch 就是一些關鍵字廣告 一些other advertising 其實你可以自己設定的 Display 是一些叫做 Banner廣告的 那麼 這些grouping裡面呢 其實呢 我們都會看到些什麼呢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現在 假設這個是我們的網站 那你有很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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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大致上去講一下 那麼 ecommerce 最右邊的就不講太多了 因為其實這個網站 就不是ecommerce 我們講幾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就是用途 究竟有幾多個用途 進來 我們的網站呢 第二個就是 新的用途 有哪些是新的用途 那麼有多人問就是 用途和新的用途 有什麼分別 到時候你可以上G裡面 可以找一個definition 的 Section 工作階段 bounce rate 12.19% 簡單是說 100個人裡面 有多少人進來之後呢 是很短時間呢 就馬上 彈走了 就是他什麼都不看的 進來之後 就很快就彈走了 今天呢 我們又會有page and section 就是究竟每一個工作階段裡面 看幾多個page 第三個呢 我們會有section duration 就是究竟每一個工作階段 大致上的時間呢 有多長 好了 我就問一下大家幾個 重要的問題 或者叫做 讓大家細心分析一下 好 首先你覺得哪一個 即假設他沒有一個conversion 我們純粹去 衡量一個網站裡面 究竟那些 那個channel回來吸引一些呢 如果沒有conversion的話 通常我們有幾個 有幾個衡量的東西 第一件事 究竟他會不會進來馬上彈走了 那麼如果越高的話呢 就相對上呢 他進來的那個traffic 就會越差 給你想像一下 通常是什麼 大家會覺得是什麼 渠道進來呢 一進來之後就馬上彈走了 給大家猜一下 即是如果 如果以你們的理會有些什麼 通常你們 通常什麼情況是 你進去網站 連load都還沒load到 然後你就會馬上彈走了 ADV廣告 Display 有沒有其他 對 有沒有 對 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如果你上網站那些 有些網站很生氣 尤其那些內容農場 那些 進去之後彈幾十個 這個 開名 開名那個我不管了 不知道你說什麼 有些內容農場 你按了進來之後 然後你會發覺 哇 為什麼彈了很多東西出來 然後不小心 其實你只不過是想 可能有些想看球 看看網站那些東西 按進去之後 你馬上離開的話 那些通常呢 那些分數都很高的 如果你看到那些pop up 那些 pop up 所以有好有不好 你去做廣告那時候 pop up最好就是 因為他真的夠了 夠了 叫做什麼呢 夠了 disrupt 或者interrupt 就是假如說 就是基本上 好用 你逼你看的那樣東西 但是他逼你看 他不要出去什麼呢 就是你不用按進去之後 很快你就會彈出去 那這些就是 Display廣告裡面 其中一個 會有的東西 YouTube Ad呢 先回應觀眾 YouTube Ad未必 如果你留意一下 YouTube Ad呢 如果你看完YouTube Ad 其實很少按進去廣告 你要找連結出來 你要特意按那條連結 進去 你不容易按錯 但是那些pop up的那些 很容易按錯 所以某程度上 Display呢 就相對上那個traffic 我之前也有說的 那個traffic 那個quality呢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相對上差一點點的 第二個 我們會衡量的東西 就是個page per section 在一個工作階段裡面 30分鐘裡面 他看多少東西呢 或者他沒有停止之下 其實他總共會看一個page 這個也是越高越好的 第三個就是每一個工作階段裡面 逗留最多的時間 好了 先問問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看到這張圖裡面 大家覺得其實哪一個channel 是相對上你覺得是最好的 或者那個traffic 那個quality是最好的 就是比較 因為通常你綜合了 大家綜合了三個 打英文 六都可以的 referral 還有沒有人覺得是 什麼 好 OK 好 沒有問題 那 因為不是 你留意一下剛剛所說 六的話 雖然他逗留時間長 看的page and section 都多的 但巴西相對上都是 高過平均 少少的 所以每一個channel裡面 都其實都不差的 現在整體來說 如果你有大部分的channel 其實都是沒有一個是最好的 但起碼看到就算 大部分的東西都總共有它好的 至少都不是全部都做得差的 好了 如果假設我們 或者問個問題 如果在這裡 我要剔走兩個channel 就是兩個channel 你覺得是不合格的 或者你覺得這兩個其實 浪費那麼多 可能浪費了錢也好 浪費那麼多力 叫人進來 但是發覺它的效果都一般 你覺得哪一個是 你會最早剔走的兩個 有時候我們做分析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會看到什麼都很差 但因為 他的數量很少 只有1 在我情況上 我們1的話 你會太早斷定了 其實他 他未必是真的不合格的 可能有一條人 就已經影響了整個channel 不好意思 陶放得八大星座 可能這樣 我有什麼 很難說到你 盡量 你看近一點的屏幕 用這個最原始的方法 走近一點去看 可能會比較容易看 好 五七八 OK 我想大家都 算是非常之 大致上你理解了究竟是怎麼看 這件事 或者是怎麼分析這些 好 其實是不止的 你看到後面 其實除了看究竟 他放什麼channel之後 其實你可以再看深一點 如果你在這張圖裡面 你會看到什麼 第一個就是 它自然回來 也有很多種 你想想 也有很多不同的搜尋問題 Yahoo 雖然它小一點 但是它也會有 如果我們在這個 再細一點 看到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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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究竟大部分的 的流量 就是從Google 的自然回來 下面也有很多的 很多不同的Facebook 的referral Instagram的referral 都會有說 這個也是你會看到的東西 那麼 下面 有一個 Campaign URL Builder 這個就像剛剛所說的 大家可以抄下它 或者大家 都會有的 剛剛所說 最早的 那個slide 記得嗎 這個 你可以製造自己的 抱歉 這個 你記得下面 可以自己製造 UTM的sauce 這個其實就是 如果你這樣 直接逐個逐個打 很麻煩的 其實本身GA裡面 也有一個工具 是很方便你去做這件事的 就叫做 Campaign URL Builder 就是你可以像現在這樣 打個網站下去 然後 你就可以在 Campaign Media裡面 你就可以 打回相應的東西 它就會產生了一條連結出來 你只要copy了它 然後你可以直接給你的KOL 或者放在一個網站的Lending裡面 甚至可能 給你的 給同時 或者你再甚至 你再做得好一點 可以sorted了那條連結 用Beatly也好 用很多不同 sorted了那條連結 就丟給KOL 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到KOL下面那條連結很短的 加上它其實很水蛇春那麼長 而水蛇春後面那一段 就是你去track它 你就 那一段東西 就是拿來track 究竟那條連結 是從哪裡 那OK 好 那麼 差不多時間了 現在大致上 51分 我想都給大家休息一下 我想都消化一點點時間 下一部分我會講到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叫做attribution modeling 然後呢 我們就會 跟大家去講多一點點 就是究竟GA是什麼 後面我會再交代一下 那麼先放個break給大家 在8點05分再回來 有同學 有同學 翻譯一些字 又不太清楚 跟大家說聲 不好意思 我看得 可能會比較近一點 我看得比較清楚 可能出來的效果就不一般 不過不要緊 我想我之前也有傳過一些PVT給大家 我希望大家 如果開完之後看就會好一點 你不明白 可以問我 好了 那下一個就是 就是marketing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來的 那我們叫做attribution modeling 那是什麼呢 我給大家問一下個例子 那呢 我剛才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有一天 就是我認識女生的故事 那 Terenc 有一天就說我朋友 Franke 就介紹了一個女生給我認識 那之後我認識完之後 大家可能有WhatsApp 有Telegram 也好 什麼都好 那之後呢 我們就約他去餐廳吃飯 那餐廳吃飯 就很愉快 就是 不過一間很貴的餐廳 一起去吃 然後呢 這就是第三個東西 那我吃完飯之後 我們又送他回家 怎樣也好 第二次之後呢 我又再約他呢 就去去行山了 那行山的時候呢 大家又是有聊有講 又很好玩 那就是第四次了 那大家都很開心了 那就是第四次 我們就約他去海洋公園 就一起去玩 哇 又是超級開心的 大家一起玩機動遊戲 很開心 那之後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裡面呢 就WhatsApp 就跟他示愛 那最終呢 就抱得未人歸 做到一個女朋友了 好了 那在上上的故事裡面 那有Franke 介紹我 認識這個女生 那也都我們有去吃飯 也都有去行山 也都有去行山 也都有去海洋公園 跟著一起了 那好了 我想問問大家 大家覺得如果 如果給你 你覺得是哪一個環節 是最重要的呢 如果是 在大家想像裡面 究竟是 如果 我給個例子 如果我們認識這個女生 是為了100分的話 那100分裡面有多少分 你覺得應該是 是給Franke 他介紹的女生 給我認識 有多少分是給我餐廳 有多少分是給我一個行山 還有有多少分是給我去海洋公園的呢 大家可以 隨便打一下 看不到 看不到 大家說哪一個最重要呢 100分給你 多謝你 大家 說的東西完全是 真的 很有策略味道 真的 假的 假的 大家覺得哪一個 重要一點 四個裡面 有朋友介紹給我 海洋公園 吃飯和行山 大家覺得 如果 如果是你 那一個 你覺得哪一個 才是 比較成功的地方 Franke 是的 OK 還有哪些 通常都是 Franke 有時候有人說 喂 喂 正啦 我介紹個女生給你認識 搞定啦 那些 他說100分是我的 那些 其他那些都是 基本動作 不值分的 好 有多少 40分 是Franke 20分是Restron 20分是行山 20分是 20分是個 公園 去海洋公園 這個厲害 100分是個女生 厲害 口甜舌滑 只是口甜舌滑 應該只剩100分 其他是0分 應該是 還有沒有 好了 那這裡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 大家最難去說什麼呢 其實大家沒有結論 其實 100分裡面 每一個裡面 都可能有自己的佔的比重 或者它的比例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跟 真的在Digital Marketing裡面 我們長期遇到的問題 也都有的 好像這個例子 如果你看到圖的話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圖 那麼首先呢 我們呢 買東西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 大部分都會有這樣的 journey customer journey 好 首先呢 我們呢 在social media呢 我們就看到那個post 就是看到 就是我經常說的 最喜歡說的按摩槍 那麼social media 我看到一個按摩槍的東西 那麼 那我就說 哇 那條片挺有趣的 真的放鬆到了 接著按進去之後 然後呢 我就去 但是我沒有買東西的 最後呢 有一天我醒來 哎呀哇 哇 那肩膀真的很痛 那麼我就通過Google呢 我就走進去呢 我就按一下 打按摩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按進去了 那我又沒有買到 然後呢 第三次了 我就 我這次就不是打按摩槍了 我就不知為何打到他品牌的名字 那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按過廣告 我就按過那個 本身免費流量 那個就是seo的那個東西 按完之後 這樣又完了 那我又沒有買東西了 那第四次了 那然後呢 我又去 可能我朋友給我一條link 我按進去 又沒有買東西 去第五次 email了 我收到一個email 關於那個廣告的 就是email裡面 他告訴我 究竟其實 就是之前可能在網站 我登記了 但我沒有買東西的 他email發給我 就說他提我買東西 我看完之後 也都沒有買 到最後呢 我就呢 直接打一條link 在網站上 可能是www.onmochang.com.hk 最後就買東西了 好了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覺得哪一個層面 你覺得是最重要的呢 給大家試試 想想 如果在這個情況裡面 哪一個最重要 首先 首先可能是在社會 跟著可能是在關鍵字 看到 跟著在organic 看到 跟著在referral 看到 跟著在pay裡面 看到 跟著在直接打一條link 下去看到 哪一個最重要 大家覺得 或者哪一個你覺得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如果在你剛剛所聽到的層面裡面 email email social 令你記得brand最重要 那就是哪一個層面 social 還好嗎 好 我想聽一下解釋 也有很多人選了social 為什麼覺得social是更重要的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referral 給一些原因 我覺得social initially start point 激起需求 看一下 好 看看還有沒有 starting point referral ok referral可能就是有人介紹給你連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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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搞定 這個問題其實是超級沒有答案的 也非常難回答 因為 你可以有很多個講法去講 好像剛剛所講的 追女生 或者可能認識女生 可能你覺得starting point 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franky介紹我女生給我 有什麼問題 然後怎麼可能 我會認識女生呢 有些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如果沒有我 Terence 最後 這麼精彩 或者這麼巧 最後真的可以憑我的魅力 可以哄到女生做女朋友 可能我口才 我覺得是最後 最後 埋門的腳 我是比較厲害 這個 究竟大家有怎麼去分析 怎麼去看 其實都很多時候 都在marketing 或者Digital marketing裡面 都會有的 argument 或者大家會談的事情 剛剛所說的第一件事 究竟是第一個 是最重要 還是最後那個最重要 還是有時候打和 好像某宗藝節目 打和 人人都這麼重要 我究竟怎麼去分析呢 這裡也是給大家看一些想法 那麼 通常在現實中的 attribution modeling 我們是怎麼去做的呢 簡單來說 其實我們可以做 就是 如果有些叫last click model 簡單來說 就是我就會把 如果 如果我當認識到一個女生 或者買人為之一的話 我就會把最後那一刻 就會變成所有的功勞 都給了最後那一刻 比如說 如果以剛剛追女生為來 如果用last click model的話 就是最後 Telis 憑自己口才 去認識那個女生 這個就是我 把我所有功勞 都給了自己 就是 原來是我口才 是佔了所有的功勞 那麼 first click的話 就像剛剛的例子一樣 我就把所有的功勞 都給了Frankie 因為如果沒有Frankie 介紹的女生給我認識 即使我多有口才都好 我都是 沒有辦法可以得到 女生的歡心 或者抱得美人歸的 第三個就是linear 簡單來說 如果像剛剛所說 假設有五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Frankie介紹 餐廳吃飯 行山 海洋公園 我的口才追女生 五個東西 就好了 打和 每人都有0.2 0.2是給Frankie 0.2是餐廳 0.2是行山 0.2是海洋公園 0.2就是追女生 就是我的口才 可以追女生 好了 第二個就是Time Decay 就是因應的時間 我們就會把比例有些不同 最初那個就最少 可能10 20 30 40 這樣去上 當然實際上可以因應你本身 中間經歷了多少 就再分 但是我先理解的概念 就是月初我們就越少了 到後面就越多 好了 Position Base 就是 40% 一裡面40% 就給Frankie介紹個女生給我 40% 是給我自己的口才 20%就是中間行山 海洋公園 和 和什麼呢 行山 海洋公園 和吃飯 餐廳 就分了20%了 那麼Data Driven Model 就是沒有的 就是簡單來說 這個都沒得解釋了 就是Google Google因應Terence平時的 口才 或者Frankie介紹給人的成功度 就去分析 就做一些叫做AI的事情 去分析一下 其實每一個值得給他多少分 好了 如果用回剛剛的例子這麼說 大家覺得哪一個 你是會用哪一個去做分析的呢 或者用哪一個去做一些叫做 attribution的modeling 去將那個功勞去分配呢 有沒有人 大家如果 大家試試打出來 看看哪一個覺得好一點 你一定會分析 你一定會分析 AI很準最準 time decay 看看有沒有先 好啊 你一定會分析 有沒有 你一定會分析 你一定會分析 AI很準最準 再下 好,那我先挑戰一下,二、三、二 他說時間滅落 為什麼呢?如果我是Frankie,大哥,如果沒有我的話 你怎麼能認識到一個女生,為什麼我功勞是最少的一開始 我是starting point來的,我難聽這個,我先認識到一個女生 可能是,本來我也很喜歡她,但我割愛讓給你,為什麼我功勞是最少 挑戰一下你,二、三、二 二九六也試一下,我都挑戰一下二九六 為什麼,為什麼Time Decay是,我明明是我介紹給你,為什麼我最少 看看她答不答 如果Frankie最重要,為何不是你追到那個女生 這個也挺好的答案 如果你這麼聰明,你追到那個女生,就不是我追到,也挺現實中的說法 有真的,你只是介紹那一下而已,如果說真的,如果你真的這麼好 你弄得這麼多,需要介紹給Frankie 不是,需要介紹給Taren 好,你等於Frankie,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就是你 還有沒有 好,你先看 好,你等於,如果Frankie最重要的,OK It depends on how long she could stay with you and she could know more about you Frankie可以介紹十個女生給十個人,得你成功 Yes 也是其中一個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她如果介紹,如果介紹這麼重要的話 其實她說得這麼厲害,她隨便介紹一個人都可以 介紹,介紹,不用介紹給Taren,可能介紹些 隨便介紹一個人都搞定的 很明顯是不行的,現實中一定是 埋門的一腳都很重要的,不可能是她拿了 大致上,其實大家都說到某些 某些概念出來的 實際上,給大家一個例子看看 例如,Last Kick Molo 一般來說,很一般的情況來說 我們都會說,其實在一件買的產品裡面 通常會做些什麼呢? 通常我們會先看到顯示 即是一些叫做 Banner的廣告,或者Facebook的廣告 看完之後,我們就會做一些 Generic Search 簡單來說,如果用隱形眼鏡為例 我們就會打隱形眼鏡下去了 她沒有買東西,然後再有些 Remarketing的Banner去追蹤她 第四個就是,她看完之後 在最後,可能她已經對公司入了網站 看過我的品牌 你會發覺,她最後可能會打 即是在四個公司叫做Kick Ass 她是賣隱形眼鏡的 她最後就會打Kick Ass下去了 最後,如果你們用Last Kick Molo的話 就會將所有的功勞 都放進去Kick Ass 打Kick Ass關鍵字 這個功勞裡面 當然,這個不好處的地方就是很明顯 就是其實,好像剛剛所說的 很多時候打你的品牌 她不會突然打你的品牌 你不會突然認識我的 即是你認識Terence也好 即是不會是 即是現在你上網打Terence 或者打Kick Ass 然後進了網站找我查詢的話 然後就說 沒辦法了 本身人出名 大家就打下去 但是大家沒有考慮 其實就是 如果用Last Kick Molo 其實之前又做了很多東西 你會忽略很多功夫 那麼Linear 就每人均分 大家打和 就平分了東西 Time Decay就像剛剛的例子一樣 10%可能是 即是假設只有四個關口 10%就是Fanky介紹 20%就是 20%是餐廳 然後30%是行山 40%就是海洋公園 就是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麼我想說 其實呢 其實呢 你真實呢 是沒有什麼 是一定行的 也都不知道 究竟 其實呢 哪一個才是公平 是沒有公平這件事的 那麼 如果你問我 或者可以用這個角度去想 如果假設 你是一間 Agency 即是你一間 可能你是一間公司 如果我是做SCM的 即是假設我是做關鍵字廣告的 如果好像我這樣 我做關鍵字廣告 你覺得我會傾向用什麼的 Agency Model 去present給你聽 即是如果我只是做關鍵字廣告的 你會覺得我用什麼Model present給你聽多些 大家打一下 如果我是做關鍵字廣告的話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 對 雜下式也可以是這個結果 如果我是做關鍵字廣告的話 基於這張圖的話 你會覺得我選什麼Model跟你說 第一次按 是不是第一次按 但第一次按 通常都不是什麼 如果我是做關鍵字廣告 我應該會用誰跟你說 最後一次按 是Linear Linear都可以的 最後一次按 最後一次按 為什麼 我會拿光所有的功勞 好了 假設 如果我剛剛所說的這張圖 第一個位置 通常是一些Display的東西 或者是社交媒體的東西 如果我是一間社交媒體的公司 幫你下Facebook廣告的 幫你下Display廣告的話 你覺得我又會選什麼Model跟你去present呢 問一下 如果我是社交媒體的 我是做社交媒體的 我選什麼Model跟你present呢 是不是都是最後一按 不是了 那我會選什麼 我會跟你選 第一按 一定是第一項 我拿光所有的功勞 全部都是我 現在簡單 如果 如果我剛剛的例子說 如果是Frankie的話 他用什麼和你present呢 當然是First Kick 我拿光 如果是Terence 自己呢 不後面 我自己口才厲害 當然是我自己拿光 對不對 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沒有一個特定的答案 實際上用什麼 用什麼的為之公道一點呢 老實說 看你要用什麼方向去present這件事 或者你想 通常 如果你問我 用一種比較有利的方法 或者 agency 都會用一個比較有利的方法 去present他自己的功勞給你聽 這個是我們會實際上 也會這樣做的事情 當然 如果你問我 如果是Linear Time Decay 都可以的 但是也有很多討論 大家好像剛剛所說的 只是坐下 坐一天 你都可以吵 究竟用什麼方法去做的 那這個呢 也是 真實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剛剛所說 無論哪種模特兒 都沒有一個人會覺得一定完美的 有些人我看到說 是 data driven model 那麼 就可以基於一些 就是用Google的說法 可以基於你的 Machine Learning AI 他就會 每一次都會有些不同的分配 可能今次 即今次基於 Frankie 介紹的台詞 基於女生的 我們叫package 也好 基於今次 Terence的package 又基於Terence這次 用什麼口才 說什麼 我就每一次都會有些不同的 比例的分配 好了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理想 或者超級正的 這個實際上也是 如果你問我 是無懈可擊的 因為每一次都會有些不同的分析 但是問題在於 是什麼呢 純粹陰謀論 如果我們這樣想 如果一個Google 如果用Google 這個GA 它是一個Google的產品 用 data driven model的話 如果用一些人性的陰暗面 多一些的話 你覺得它會傾向 將自己的功勞 給多一些Google的產品 多一些 還是Facebook的廣告的產品 多一些 大家覺得 如果比賽是你 就是陰暗面去思考這件事 Google 有沒有人有 有沒有人有 其他想法 很大愛的 可能他不是 我喜歡別人 我都吃飽了 我都賺夠了 我也想多一些人 多一些 是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data driven model 沒有任何 我覺得最難說的 就是 前面那些 很容易理解 是什麼原因 就是最後就是最多 前面 有 比如說 最後就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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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評分 或者隨著 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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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的時間 越遠的就少一些 或者頭尾 都有 Data driven 沒有辦法理解 究竟是怎麼做Data driven 如果你相信他就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是難去 難去正確 或者難去知道 他背後的概念是什麼 你說分析了Frankie 講的 其實你分析了什麼 你肯定知道他講什麼 你肯定知道他的中文是什麼 你怎麼去斷定 或者怎麼去斷定 Teras package 你怎麼去斷定 Teras口才 最後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是一個 比較難用的 東西 如果你說 當然是Google Google是大神 這個純粹是給大家想想的問題 我沒有任何的評判 純粹是給大家去做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 不算Data driven的話 其餘的五個 真的要看你自己想怎麼 表現你的 你的 你這件事出去 有機會表現給老闆聽 你想多多喜歡哪些頻道 或者你想多多點 給哪些頻道 其實可以在你的 提供模式裡面 可以做一些手腳 這個也是 如果陰暗面一點 我們說做手腳 如果不陰暗面一點 就是可以透過不同的頻道 就是不同的模特兒的比例 你可以得出一個 比較全面的畫面 像這個例子為例 如果在GA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件事 你可以說 Model 1 用Last Interaction 去比較Time Decay 然後你就可以在不同頻道裡面 你就可以找一下 究竟其實它的 conversion 它的比重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變化 可能你看到 如果你是Last Interaction 你是Direct 的話 你就會變成八百幾個 conversion 如果變成Time Decay 的話 你會變成六百七十 不是你會少了 簡單來說 如果你純粹是打網址的話 如果用這樣看的話 原來發覺很多人 都是最後那一刻 其實都是打網址進來 然後你就會拿了很多的credit 但是用了Time Decay 某程度上 你就會把這個 所謂的功勞 戒回前面一點 你就會看到 百分比就會下跌一點 你也可以看看 其他例子 例如Pay Search 如果原來 他最後那一刻 有七百幾個 但是當他給了Time Decay 的話 他甚至於 就會變成八百六十幾個 conversion 代表什麼呢 其實他除了最後佔的比例很重 之後 其實前面 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功勞 其實他已經拿了 這個也是實際上 你在Pay Search上面 會發現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給大家 有一個很簡單的 overview 或者究竟其實是什麼 提供模式 大家可以之後回去 可以看看 有機會你有自己的網站 有自己的Google Analytics 希望你也會記得 今天Terence 曾經跟大家提過一下 究竟你用什麼提供模式 或者如果你自己在做 即是你做數字貿易的 你有找Agency 或者你有同事在做的 他說 今個月 Google的關鍵字廣告 的conversion 升了很多 究竟你升了很多 是你真的升了很多 還是你只不過扭了少少 attribution modeling 令到 conversion 升了呢 那這裡就真的要留給大家 去自己去想一下 和決定 去做個比較 你才會有個比較完整的答案 和picture 知道怎樣做的 好 好了 那麼很多 究竟有些什麼attribution modeling 的東西 有些叫做 top conversion path 其實在這個 網站 在Ga裡面 Google的intic上 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究竟其實 一個人 找到conversion 究竟其實哪一條 是最多的呢 原來 他是 是 organic SEO 見到一次之後 跟著再直接打一條link 第二個就是 可能他關鍵字廣告之後 直接打一條link 有些是直接打兩條link 有些是直接打三條link 有些就是打了一個關鍵字廣告之後 來了兩次 再打兩次你的網站條link 才賣東西 那麼這個就可以比較 如果 假設大家都是用同一個 用一個browser去做的話 那你就會很好 就是你相對上 你對那個customer 那個 那個脈絡就會很清楚 原來很多時候 可能他不知道看了一些我網站裡面 就是以一個圖來講 我們會看到他的答案是什麼 原來很多時候他應該在網站裡面 他可能我寫了一些很重要的內容 他看完之後 然後他沒有馬上來找我 但是第二次 可能他要買東西的時候 或者他想查詢服務的時候 他就再直接打一條link 這個 path 你就會很明顯 你就知道 原來可能 我多寫一些內容的話 都會對我的生意有幾大的幫助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東西 OK 這個就是google analytics 最基本的東西 這一部分我會再很快地再講多一點點 究竟其實GA4是什麼 很簡單的 以前 如果像現在這樣 你如果用舊的google analytics 你會看到 如果你用電話 可能用App 用蘋果 就會有 彈生了兩個不同的用戶 就是會見到 其實出了兩個 好像剛剛所說的 你用Servaria 用Chrome 再用Fire Force 用App 有五個的用戶出現 但是之後 如果用GA4的話 他基於一些機器學習 AI 用他的方法 他會知道 究竟其實 你是否同一個用戶 或者他知道 如何界定一個用戶 當然有些 有些說法 很複雜的東西 有些很技術的東西 但是也解釋不到 就是他怎樣做 有機會 我自己估計 有機會怎樣做 有機會可能基於你的lock in 會不會其實 某些 可能你在Google裡面 你都在lock in 某個email 在Servaria裡面 都在lock in某個email 在Fire Force裡面 都在lock in某個email 或者可能會不會 用同一個Wi-Fi 或者可能你去填資料的時候 你都是填差不多年紀 和一個名字 他用很多不同的 所謂他講的signal 去估算 可能在不同的搜射裡面 或者不同的Define上面 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這個就是 其實他在GA4裡面 比較強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件事 他還未有很多 暫時還未是好 都是屬於Beta 就是測試的模式 所以現在如果你問我 推薦 你可以照樣裝進去 但是分析 盡量用回舊版的GA裡面 就會多些工具 和也會比較完整一點 也會有 剛剛所說的 我們會講什麼 page view 什麼section 什麼duration perception 但是在GA4裡面 我們就會講一些engagement的東西 究竟其實呢 比如一個engagement的time 就是平均裡面 他在這個網站裡面逗留多久 你用engagement去講 究竟他engagement什麼呢 其實你在這個搜射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的 譬如說你會看到 可能他engaged 左下角的 他page view 他有做 有可能section去start user的engagement 第一次的visit 搜尋 搜尋 直接搜尋那一下 他都可以查到的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在 在GA4裡面 比較特別一點的地方 那麼 另一個 我們講的就是 extra 不只是 不只是用cookies 那麼現在經常講的 什麼 就是上次都有問 就是 究竟其實如果現在沒有cookies 的話 沒有third party的cookies 我應該怎麼做呢 那麼這裡都有講的 就是其實有很多 有first party的cookies 有很多不同的signal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麼 那麼暫時都解釋不到 究竟他之後會怎麼做 不過你如果信google的話 就google大臣 就會知道了 好了 或者是from same device 他現在最新的說法就是 你某程度上 就算你用不同的器材 譬如說 你有一部 就是他講的 你信的話就信 你有一部iPad 可能你也有個 有個電話 有個Chrome 有個不知道 就是google的android的電話 他就基於某些不知什麼的signal 用同一個wifi 同一個lock in 什麼之類的 他就將你這兩個 雖然他有兩個不同的cookies 兩個不同的器材 但是他知道 這兩個是同一個人 那麼他就會將他所有 分析的用戶的資料 就集中了 在一個用戶上 那麼這個就是他 就是他所聲稱 他們會做的事情 那麼這個就是GA4 會做的事情 那麼當然所說 那麼GA4也都有少少少的弊端在這裡 暫時data上呢 會有少少的delay 還有分析ecommerce 如果online store的話呢 他有些功能 其實不是很齊全的 那麼所以呢 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是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 如果你不放一段cook 你不放一段cook 下去的話呢 其實他是查不到那個data的 那麼所以呢 現在通常我推薦一下 就是先放了下去 你collecting collecting collecting 你不拿來分析也不要緊 起碼你可以先收集多 到日後你真的要回頭 要再分析的時候 你也起碼有些東西在這裡 如果到他真的功能齊全了 你才轉的話呢 那麼那時候你才擺 那時候才開始收集data了 你就不可以分析回之前的東西 所以現在暫時呢 我們的advice都是 你先放下去 收集data先 大家如果真的有用website analytics那些呢 就暫時用回舊版那個呢 就會比較好少少了 OK 好 然後呢 這一部分呢 我就會講一下 就是究竟其實 基本的功能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特別 就是我們所說的 基本的traffic analysis 其實在google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到的 那麼第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好像現在這樣 你可以看到一些 demographic的東西 是些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究竟他來的language是些什麼 從什麼country 從什麼city 從什麼browser 從什麼operating system 從什麼service provider 好 我現在講一下 講一下service provider先 給大家猜一下 雖然有一個很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的答案是什麼 看看有沒有些出奇 大家覺得如果 你選擇 如果用browser去分析的話呢 你覺得那家網店裡面呢 其實是 iOS的人 消費力強些 還是Android的人消費力強些呢 給大家猜一下 iOS和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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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Android的 我用Android的 安長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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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做得好非常好 Android Depend on products 好 Depend on products iOS iOS 好 那我問問大家 這個我自己的 我真的做過幾個 看過很多不同的網站 當然有些是Android 可以的 但大部分的網站 都是iOS 消費力明顯是強 一些的 大家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我想帶出來的項目 就是 你看完資料之後 純粹給老闆聽 iOS的人 是消費力強些 Android的人 是消費力低些 究竟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覺得是什麼呢 Apple也是更貴 對 還有沒有人覺得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Web site interface Apple Pay 看看有沒有人說什麼 Apple iOS iOS 我不認同 iOS 什麼 iOS iOS 用不著用 iOS 用不著用 iOS iOS 我用Android 你怎麼抵毀我呢 iOS 感覺上安全一點 用戶中程度 Android Slow Android不是Slow 為什麼你覺得Android 是慢一點呢 你有沒有用過 是否真的用過Android 和Apple 你現在你抵毀Android iOS 超丁順一點 圖清一點 是的 好 不知道 沒有什麼原因 純粹我自己覺得 就是 就是 no offense 如果你要這樣說 就是 相對上 買Apple的人 有很多很直接的答案 通常就是 Apple本身的東西都貴很多 整個雞東西 一部東西 真的 都是比較有錢的人才買得起 這個是最好的答案 如果你問我 我可以扭到的答案是什麼 就是 我們Android的人 我們通常是比較 我們說的性價比 我們很珍惜每一元 究竟怎麼可以換好一點的設計 所以 我們的消費 通常都是經過深思熟慮 還有我們是不會買多些多餘的東西的 這個也可以這樣 他演繹這件事 或者也有另一種的說法 有時候講笑這麼說 通常iOS 都是多 就是 這樣說 如果要比例 的話 用iOS 用iOS的女性 都會多些 通常女性的消費 就會再衝動些 見到有 有東西買就買的了 但我們相信Android 也是男性 可能用Android 也是男性多些 所以相對上 那個消費就沒有那麼衝動 純粹猜的 也是亂吹的 未必真的對 不過這裡 純粹給大家 給大家參考 究竟其實 我們做分析的時候看什麼 或者我們怎麼演繹 就很靠你去做了 當然我們可以去下一步 如果你說 iOS 其實消費力明顯很強的話 會不會我在Facebook廣告的時候 是主力只打擊 iOS的人 或者可能 如果我們想多些 就是原來Android的人 是根根計較的 會不會我打擊 做Facebook廣告的時候 iOS和Android 可能分開兩班人 Android的人 我第一次給多些折扣 因為這個靠你裡面 靠你Facebook裡面 就是靠你自己去看 怎樣演繹 以及去討論一下 究竟是對不對 那些什麼 iOS感覺上安全一些 都安全的 因為它相對上變化少 就安全一些 因為有很多Apps need to be charged in App Store OK 最後一個 對消費的不加太多思考 我不知道有沒有 可能是說 再看下去看看 Apple單價高一點 也對 再看下去 看看還有沒有 沒有了 對封閉系統安全一些 都有機會 所以我們就 也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相對上 可能我們Android的人 去的網站經常都中毒 尤其是Online store怕被人偷資料 出去就比較小心去買東西 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也可以分析 也可以分析年紀 分析很多東西 那 也好像後面這樣說 有些GA4 也可以分析地區 市場 Asia Gender 可以分析非常多的資訊 那就是我們有些 套餐的東西 那究竟 裡面究竟其實 有些什麼 好像剛剛之前也有 有跟大家說 好像這一個為例 那究竟哪一個的 套餐比較好 原來有12% 是很少人套餐的 很少人去看的 或者很少人會 一進來就走 這些也是我們會分析的東西 那也有些 engagement 譬如看每一頁裡面不同的話 那究竟其實 在哪一個頁裡面 看得最多呢 究竟哪一頁是逗留最多呢 那也可以分析一下 究竟我在一頁裡面 如何改善 譬如說我現在有兩篇blog 一篇是YouTube 一篇可能是關鍵字廣告 但我發覺可能進來 關鍵字廣告那篇 逗留的時間是很長的 很多的 那我就分析了 為什麼逗留得這麼長呢 是內容吸引一些 還是有些層面 可能我寫的東西 不是寫一些概括的東西 可能是step by step 教別人設定的話 其實他會逗留的時間長一些 我們要多些去找這些原因出來 那也是 好像剛剛實際的所說的 好像For KX的網站為例 如果我那個篇文章裡面 可能他說的東西 不是說很深的 但原來他有很多step by step 每一頁去教你怎麼做 很多人其實是開著 對著來一起設定的東西 那些原來他逗留的時間 是會長一點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insight 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或者多些留意一下這些類型的東西 知道究竟其實寫什麼內容 是吸引多些人 寫什麼內容 是多些人會多些時間 會長一點 那這些就是我們會做的東西 以及可以分析的東西 都是GA4 OK 好 那有一點點 就是basic的usage 就是究竟其實 在google analytics上面 究竟其實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話 其實如果你說說 可能segment 簡單來說 其實你可以拆開了不同的user 譬如說我現在想分析all user 或者我只是想分析男 user 我只是想分析女 user 或者我只是想分析一些曾經在網站買過東西的人 那你就可以做到不同的segment了 那這個segment你就可以做比較 究竟其實原來all user的data 對比一個只是iOS的user 或者只是android的user 究竟其實分析在哪裡呢 那如果你透過做一些segment 你就可以慢慢找一下 其實有些什麼類型不同的人 那個behavior 是有什麼不同的 如果behavior不同的話 有沒有什麼的insight 其實可以帶好給你的 有時候我也會講一個例子 就是有時候我在外面 就是有教不同的班 有些同學會這樣說 就是好像一間賣隱形眼鏡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他就會 一開始不認識 或者一開始我們教他那時候 他不是很掌握怎樣分析 他會說什麼呢 這個賣隱形眼鏡的公司 有六成是男的 六成是女的 所以買隱形眼鏡通常都是女人多的 有八成是女人 兩成是男人 所以我們應該多放一些資源在女人 放少一些資源在男人 好了 大家聽完這個statement 大家覺得有什麼問題 再說一次 在一個隱形眼鏡的網站裡面 我有發覺八成的人是女人 兩成的是男人 所以我們多放一些資源在女人 好 究竟有什麼問題 大家覺得 聽這一種的分析 看看有沒有人回答 只是表面分析 好啊 應該擴大男人市場 好啊 還有沒有 不正確 好 問題在哪裡 大家覺得 這個statement其實是 在分析什麼呢 其實 或者那個邏輯 是不是覺得大家合不合 有八成是女人 兩成是男人 所以我應該多放一些資源在女人 不全面 好 再看 再看多些 再說多些 有什麼問題 可能男生市場是南海 對 對 就有什麼 好 好 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厲害 沒有犯了之前的錯誤 所以其實那個分析是做什麼呢 分析應該是 我要比較的就是 男和女之間 究竟 原來雖然男人 女人是有八成的消費力 八成人都是女人 男人就只有兩成 但我發覺每個男士 而在我們網站裡面的消費的單價 其實高於女人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投放這些資源 去想一下 怎麼可以擴大男人的市場 因為他每一張單 其實他的購買力 是再高一點的 這個才是比較有用一點的分析 如果純粹就是說 好像剛剛的結論 其實邏輯在於 其實八成是女 兩成是男 你說 因為女人多一點 我就要做多些女人 或者因為男人少一點 我就要做些男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結論得出來的 所以通常我們都要提供 一些真實的商業影響 那究竟其實 你想帶出什麼 或者究竟其實 為什麼要選這個之前 我有什麼原因 你要想得很清楚 這樣才是一個好一點的分析 我不敢說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犯了之前那些 剛剛我所說的例子 那就不是那麼好 真的做了出來的話 好了 我們要有第二層 例如我們看 可能我只是看直接的話 就像這張圖一樣 我甚至可以再分析第二個層 就可以再分析時間 但我分析時間去知道 其實什麼時間 那個人進來 是會多一點 在這個頻道裡面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 再深層次的分析 這個也可以做得到的 好了 我們會做一些view的設定 究竟其實我們在這個view裡面 會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介紹很多不同的國家 就是可能有一個view就是看新加坡人進來 有一個就是美國進來 當你如果那個網站是有不同的國家 就是一個網站裡面 可能會伺服很多不同的國家 你想將每個國家的view 再拆開來做一個 property去分析的話 就用view這個方法去做 像剛剛的例子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 可能選擇在一個country裡面 選擇URL 選擇SG 或者可能是香港的HK 去做一個view設定 這個可以在我自己的網站裡面 我也有再講過一下 你一個就是exclusion admin 很多時候 你最多人經常上自己的網站 一定是自己公司的人 究竟我怎麼可以 將這些自己上網站的這些資料 拔走它 因為這些都會影響了你的分析 你也可以做一些exclusion的事情 這個只是包括新加坡的 如果你的view裡面只有新加坡的話 你就只會看到新加坡這條 你會拿進來的訊息 OK 好 請問Fee版的詳細文 也有出現 上面的功能都會有齊 基本上都有 好 另一個我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Google Tech Assistant 開始的時候 我們想看看網站裡面 裝我的曲子裝得好不好 你可以用chrome的extension 如果用Fire Force那些 我就真的不懂 因為我真的只是用chrome 我九成九用chrome 我從小到大 都不是從小到大的 從小到大小用過什麼環境 然後就過去一陣IE之後 很小已經在用chrome 所以我想chrome已經是日常會用的東西 已經有很多extension 如果你裝了assistant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究竟自己的tech 究竟是裝成怎樣 裝了幾個tech 有沒有裝錯的 這個也是我在自己的blog裡面 也會有再講多些和洩涉一點的東西 好了 也有些page analytics的extension 也可以下載它來做的 如果你自己登入的話 你直接去自己的頁裡面 它就會告訴你 這裡有多少個page view 有多少 unique的page view 先記住 這個不是看別人的那些 別人的GA是寶貴的資料 那時候問我可不可以 有些同學子一出 就是剛剛來上了 即是主張marketting的同學 問我可不可以看到 看到別人的page view 看到別人的成交量 如果這些東西都看得到的話 這個世界還有秘密嗎 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的秘密 所以你裝完這個之後 你也要有自己登入 在自己登入之後 你才可以自己看得到 如果有一個很快的quick overview 看到自己的page performance 是怎樣的 大致上是這樣 facebook的dynamic的UTM 亦都會有在那裡 可以在facebook的廣告裡面 可以設定到一些東西 這個就留給大家可以自己 研究一點點了 好,很年輕 都OK 又不是很年輕 都說不出自己很年輕 好 大致上 GA裡面就是這麼多東西 那我又再放一個 小休息 15分鐘時間 之後回來 我會說幾個tools 就是hot jar active campaign 還有可能我就大致上 可能說多兩件事 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播一條片給大家看一看 那應該今天的時間就是差不多 那這15分鐘呢 大家都可以準備一下問題 那我盡量解答你 那有些太複雜了 我不敢說一定答到你的 不過你問的盡量答 好,謝謝大家 那大家回來了 那我今天就講了一些關於google analytics的東西 那希望可以幫到你去做少少 就是未來可以做少少分析 那好像剛剛所說 那幾個重點想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 就是GA4 和universal的analytics 究竟是什麼呢 那第二個就是究竟 attribution modeling 是什麼去做呢 first click,last click 還是data driven 那這個就留給大家了 那第三個就是basic的traffic的analytics 很多時候呢 我們通常去分析 究竟我們做下一步什麼時候 都要co-relay 或者relay 究竟我們那個business object 或者business impact 是什麼 那這個也都給大家 可以有些少少印象的東西 那很快就這樣介紹一個tools 那希望大家都有機會 都可以用得到 就是通常可以用在wordpress 或者大部分網站都可以的 那就是hot jar 那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什麼呢 它可以測試到 究竟其實那個mouse 是去了哪一個位置的 那這個其實很重要 就是因為 你可以很容易就知道 究竟其實 你的user 因為在google analytics上面 通常我們測試的東西 通常測試的頁 看了哪一頁 和究竟那個頁裡面 我們測試了多少 譬如測試了25% 測試了50% 測試了75% 測試了100% 但是用了hot jar 甚至我們知道 究竟這個mouse over 其實它擺在哪個位置 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因為 其實如果 它的mouse 是去那個位置比較多一點的話 相對上 那些人 我們也可以說 那些人對那些 content 是相對上比較有興趣的 你也想知道那些是什麼 那這個也是一個tools 就是它有免費版 還有有給錢版 給錢版 給錢版就會更多 但這個也挺好用的 因為它可以觀察了 觀察了 用戶的行為 那究竟那個用戶裡面 其實它是做了什麼 看什麼 那到底去到哪個位置 那這個是我小小介紹給大家的tools 那另外一個 也可以看到 究竟那個用戶 看了什麼 它甚至可以記錄到 即是有些用戶 你可以記錄了它 究竟其實它 它進去之後 究竟會不會走來走去 按什麼鍵 等等 你也可以拿回那個用戶 究竟它是怎麼走的 那這個呢 有時候也挺重要的 特別我們做Landing Page的時候 有時候 如果我們發覺 那個用戶 我們抽出來看之後 發覺那個用戶 其實按進去之後 其實好像不是 不知道它在哪裡 好像很落實 好像在一個迷宮裡面 不斷地走來走去 那這個也是可以 方便我們做一點點檢查 究竟其實那個用戶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那個測試 或者究竟其實它走得 順不順的 那這個也是Hotjar裡面 我們可以給大家的 那這個也是 都叫做網站常用的tools 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利用的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之前 我課堂裡面也有說過 一個叫Active Campaign的東西 那Active Campaign 最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它可以一個 一個EDM的工具 那這個EDM工具是什麼呢 除了好像平時 你可以做到不同的Campaign 如果以我們公司為例 我們會做一些Newsletter 就是每個月的快信 幫大家更新一些東西 那這裡裡面也會做到一些 叫做one time的Campaign 就可以傳一次出去 看看究竟的反應是怎樣 多少open rate 也都可以測試一下 究竟其實什麼的Performance 是會好一點點的 那這個也是Active Campaign裡面 可以做到的 那也可以有很多 你傳的List的時候 也不一定要傳給所有的 你的User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List 好像這個 以這個例子為例 可以選擇 究竟它是哪本 它下載了哪本Ebook 比如它下載了 可能是Google Ad的Ebook 如果那個資訊主要是關於Google Ad的 我就會給它 如果主要是關於YouTube 我就可以傳給YouTube的人 那這個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也可以 其實是不難用的 整個東西都是Pick and Drop的 簡單來說 就不用懂什麼Coding 那基本上就是 擺一張相片 擺一張Logo 如果大家懂得用Microsoft Word 或者用Google Doc的話 它只不過是組裝一個Layout 就是字番中 擺什麼圖 拉大個Button 其實很容易 做一個這樣的Email 可能都是幾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會取得客戶的密碼 等等 好 那你也可以選擇 傳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 究竟什麼時間可以傳出去 究竟其實有什麼 Tagging 也可以在裡面做得到 現在中小企 我都很推薦大家 用這個Active Campaign 因為它可以很多不同的Integration 播放很多東西 亦都播放到Wordpress 或者很多網路店的平台 都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也是可以 就是在這個Campaign的層面裡面 其實可以設定的 那也可以做一些 如果大家記得 我第一課有講過給大家聽的 就是其實你可以基於它做了些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 寄出不同的 自動的Email 譬如說 好像第一課 第二課都有講的 就是可能它進來 單獨一本Ebook之後 它只要給了Email 我就自動發一本Ebook給它 然後可以基於很多條件 如果它多開三個Email的話 它就進入了一條 比較溫暖的List 那條List 我會再發一個Email 給它 邀請一個討論點 那這個也是Active Campaign裡面 自動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這個給大家一點印象 就是除了傳統我們說的 Mail Chain之外 其實Active Campaign 都是一個 就是現在相對上 都很厲害的技術 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的網頁 都在用它 亦都相對上 如果它的List 不是很貴的話 其實都挺值得的 那這個給大家一點點提醒 大家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回家 做一下Research也好 怎樣也好 大家看看究竟怎樣做的 好 Web site Everyone should bookmark 那我之後會介紹幾個Web site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也是 就是我覺得 如果在香港做Marketing的話 也有很多 可以有很多資訊 可以看得到的 那基本上我這一部分的課程 就差不多完結了 那再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想一想 那在這十分鐘想一想之前 那我都介紹一些 就是香港的網站 就是做Digital Marketing 那究竟看什麼網站的得益 會比較多一些 那 好 那我給大家看看先 OK 那我想有五個網站 想給大家 就是介紹給大家 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HD course 那也有很多 很多SEO的 的層面的知識 會分享 那第二個就是Social Marketing 那也有很多 我剛剛之前有說的 Inbound Marketing 一些集客式行銷裡面 其實都會有 會有很多 就是給你 可以看得到 那怎樣做一些 Inbound Marketing 怎樣做YouTube 怎樣做一些內容的東西 那第三個就是 I don't know digital 那基本上 也都會掩蓋很多 Facebook的 下廣告的策略 KOL 怎樣做 我記得如果在第三課 那時候 都大家講過一篇文 你不記得 就是究竟怎樣選KOL 也都從 idontknowdigital.com 這個網站 第四個是Wingo Lee Wingo 我想是香港 其中一個SEO很出名的專家 那 和HD course 的Ivan Soul 都很出名的 Wingo Lee 這個Dotnet裡面 都講了很多 就是有很多不同 就是不同 貿易的東西 除了SEO之外 還有很多實際上的 一些case studies 究竟在運行一些 就是貿易的 business 上面我們真的遇到很多 客人的奇形怪狀的東西 大家可以按進去 都真的 貨益良多 第五個 more digital 基本上很多 很多最新的社交媒體的 trend 或者topic 其實都有遇到的 所以這五個網站 我想都是大家可以推薦 給大家其實可以多些去留意 這些網站寫的東西 那當然其實不僅是網站 很多YouTube的頻道 裡面都有很多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講 一些marketing 講 digital marketing的東西 那我也很推薦大家 有時間都可以訂閱這些頻道 那當然了 如果你喜歡看Google Ad的東西 或者叫Google的Solution 也可以追蹤我 或者看看我的網站 www.kickads.co 裡面都有很多網站上的東西 或者叫做Google的Solution 裡面有些最新的分享 或者最新的更新的 那這個大致上 我想今天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那我接下來就想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有十多分鐘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什麼 什麼的問題可以給大家 好,那我等一會找同事說 多個視頻 可否再發一條連結 想聽多一次 好,那我再發一條連結 那也是我朋友阿石的YouTube頻道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就是剛剛所說的 Inbound Marketing 之前我介紹給你聽 《營銷為王》那本 都是他寫的 即是他的著作 那裡面真的可以 如果大家都是做Marketing 特別如果你是做一些 不是說大企業的 就是中小企 中企業為主 我覺得裡面可以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得著 那特別是做一些 Service為主的行業 其實可以學到的東西也非常非常多 好 看看有沒有問題 給大家10分鐘時間 問一下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好 那麼我在還沒給大家準備問題之前 我想都是 如果想設立個人網頁 可以看什麼資料學習 你的個人網頁本身的用途是什麼 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那個個人網頁 是些什麼來的呢 可以多說一些給我聽 那我就可以給你一些想法 好 請見不見 HATV World平台 讀賣產品 好問題 我想是其中一個 因為本身如果你知道的話 其實在這些 就是HATV World平台裡面 其實你是可以賣東西的 亦都會有很大的 但問題你要考慮的就是 某個程度上都幾 競爭都很大的 因為裡面 第一件事 首先它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條款 或者很多細則要遵守 比如說你遲了出貨的話就會罰錢 甚至可能你都會在你的產品裡面 抽某個百分比 十幾個百分比 這個也是平台裡面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當然它的好處就是 你一開始不用想太多 搜尋網頁 不用想太多很引流的東西 究竟我怎樣出廣告 它本身平台裡面 如果你的價錢吸引的話 自己都會有些生意 也都會有生意回來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你可以先考慮 如果真的要做一件產品的時候 你試一下放HATV World 看看反應是怎樣 但是也是最後一句 究竟你願不願意 標自己的網站 其實是好看你想怎樣行業的 如果你想把所有的決定權 放在自己手上 想多一些 如果那個平台 不用被人指著 就是拿著頸子 你可以用自己的平台 自己的網站去賣東西 但是不好處就是 你要做很多引流的東西 成本很多 你要有一定的技術 這個就是一定要考慮的東西 如果你買一些HATV World 平台 或者你賣出去的Amazon 可能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好處當然很簡單 就是你只需要行業 只不過你運 只要運到貨給你的客人 還有可能你在外國租倉 有些充滿的東西可以搞定的話 其實你相對上要處理的東西 就會少一些 但是不好處就是 很多時候價錢會被人控制 也要分回一定的錢給平台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那個平台會不會出現 差不多的產品 令到競爭越來越大 也是你要考慮的東西 所以你問我 你試一下 如果你試一下 沒有壞的也可以試一下 但如果你對自己的技術有信心 或者對自己的網站 標網站 做引流 做Inbound Marketing 做Digital Marketing 很有信心的話 你都不妨可以自己試一下 標網站出來試一下玩一下 都可以的 好 如果設定IG購買 什麼網站 會推薦 IG購買 就有IG就可以了 如果我理解 你有IG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 可以放東西 賣東西 有pay me 那些 沒有什麼網站 是要推薦的 如果你做IG購買 做Online Store 就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好 建議 建不建議 HATV魔女平台 獨賣產品 好 回答了 Personal Branding 寫教學文章為主 用Workpress 因為如果我想你寫教學文章 好像是類似我的形式 都是以SEO為主 我想Workpress 就是SEO層面做得最好的 那大部分的 我想如果你寫教學文章 寫Personal Branding 你主要有兩種方法 引流 第一個就是Facebook 不斷出文 那些就有一種方法 你可能做一些很好的題目 一些很爆的題目 第二個就是 寫一些教學文章 如果是一些長遠的內容 就像SEM Digital Marketing廣告 這些都是一些 要長清一點 叫做Everygreen的內容 就是SEO的世界裡面 就留在這裡 相對上累積的效果 的雪球效果就會大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以這些前設的話 就用Workpress就會好一點 相對上不算很難用 不可以說是很容易 但如果是跟Rex Rex 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它沒有那麼SEO 如果你說 中間要拿一個平衡 我想Workpress如果 寫一些叫做 寫自己的 Branding 的東西 做個人網站 就會相對上比較適合 好 自己做網店 如何給客人有信心買個產品 給點建議 好 你問我如何賣這些產品 我想第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如果是市面上 第一件事 你可以做很多訊息 例如有很多時候出廣告 或者你應該張心比己 你應該問問自己 通常你去網上買產品 其實怎樣才會有信心呢 我想有幾個因素 你會考慮 第一個就是 有些廣告會不斷貼文 即是說 WhatsApp不斷貼文 說這件產品真的很好用 當然我不是叫你做假 但如果是真實的訊息 究竟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利用 去做一些社會證明 告訴別人 其實我的產品是OK的 或者是不錯的 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種 很多時候 現在用很多 Personal Branding 的東西 也很有用 例如說 生活百貨 裡面的項目 不只是說產品 有時候就說說我生活的東西 或者可能有時候 我就將這些產品 真的自己試 例如我去買 Terrance Jones 生活百貨 我去買一些美容的東西 我試一下真的塗在臉上 或者去暗瘡的東西 或者我背部有些粒粒的 我去塗一些東西 也可以讓你看一下 這些也都令到 產品會有多些的信心 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問我 還有些什麼 可以令到人有信心 做你的產品的話 那 都是這堆的了 也可能你做多些 很多人都不做做法 可能你做多些廣告 多些曝光 也可以令到人會多一點 其中一個 現在好像剛剛所說的 用自己的脈頭去賣東西 是容易一些的 我的例子也有一件事 就是 我自己公司 很多時候我自己的脈頭出的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 你肯拋頭露面出來 露樣子出來 其實那個產品相對上 的信心比較大 你自己也會想 如果是一間店 你永遠都看不到那個人 你只會覺得 你有很多個考慮 第一 那產品會不會是假的 第二 那產品的人會不會是 不記貨的 但如果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你肯露個脈頭出來 你又肯自己露個樣子出來買 那一開始 給到客人的信心是大很多的 但當然之後 你可不可以實行行業 或者令到客人會更親近 就很靠你後面 做些什麼為主 好 自己會買 all night shop的 product information 如何更好 搜尋 keywords 你想說的就是 Description那些 還是做SEO那些 如果你問我 好像剛剛所說的 如果你最終想做的 搜尋 keywords 如何可以搜尋得好一點 如果你是SEO層面的話 那如果你有記得上課 有三個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內容 那究竟你的 keywords 在這些題目裡面 是不是可以寫好一點 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是 做一些backlink 究竟你找得多不多 第二個是interface 當然 如果你看Ringo的網站 就像剛剛之前有介紹的網站 給你聽 其實如果現在寫product information 可能在產品下面 有時候寫product information 可能最不好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賣洗衣機 然後你就純粹在某個牌子 洗衣機的官網 把spec copy下來 其實相對上就不太好 但如果真的做得好一點 那些product information 真的生動一點 也有自己的文筆 自己量度過的內容 真的看上去不是copy出來 也都某個程度上 也都令到SEO做得好一點 那如果你問的是SEM的東西 就沒有那麼 就像剛剛我上課也有說的 就是 只要可樂的key words 即可樂的key words match完可樂的廣告 可樂的廣告 然後落到你的page 名字也是可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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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整個link up 就會做得好一點 如果是SEM的層面 SEO就會複雜一點 好 自己會買嗎 賣什麼 不喜歡賣什麼 收集電話 傳Whatsapp 收集電郵 你覺得哪個效果一點 收集電郵 我自己覺得在商業層面會好一點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個人覺得Whatsapp是比較滋擾一點 不過都是因為很不同的業界 我想有三種方法 你可以做一些雷奏 或者做一些客戶聯繫 第一就是電郵 電郵是一種CRM的工具 你可以和客人保持一個關係 這一種我覺得 有一個適中 也不會很近 也不會很遠 不像廣告那麼濫 但也不會像電話那麼騷擾性 有時Whatsapp訊息有些煩惱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經常長期傳一些Whatsapp的 推廣的產品給我 其實我挺不舒服的 所以你問我 我如果做B2B的商業 我就覺得電郵是比較有效的 但如果你說真的做一些B2C的產品 我覺得有相確的地方 特別是如果你的年紀層 真的不是很開電郵 比如說你是做一些 雖然現在沒有什麼人沒有電郵 但如果你做的真的年紀比較大 四五十歲階層 可能只是Whatsapp 這些會好一點 但年輕人我覺得 電郵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Whatsapp始終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覺得 privacy 是有少少受侵害的 有時Whatsapp通常 你發一些廣告訊息 一是就是 有幾種 我經常都有幾種 我自己不太喜歡的方法 就是補習群 不知道為什麼 加你進來 加幾百人進來 接著給訊息 這些你覺得合不合 你也會看到訊息 但是覺得很煩厭 而且會影響我的品牌 第二個就是 如果一些舖家經常發訊息給我 是會有 就是給一些優惠的訊息給我 一個禮拜一次 那我不煩的話 Whatsapp都會煩她 都會搞她 因為你經常發一些 廣告訊息給人 是一種滋擾 主要是這幾種 我自己覺得是一般 就是這樣 好 如果想做 SCM 哪裏可以找相關的搜尋 你可以在Google Ad 開一個帳戶 裡面有一個叫做 鍵盤計劃的東西 也可以在我網站裡面 有一篇叫做 SCM詳細教學裡面 有個鍵盤計劃 告訴你 原本究竟有什麼鍵盤 你可以給你一些想法 不過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其實 如果你自己做的 business 你應該都清楚自己 你應該都很清楚 那客人其實找些什麼 找你起碼你有七八成的想法 然後你再裡面 他打下去的話 你就可以再 filter 多一點點 那我建議做法 就是這樣 就像剛剛所說的 QA planner 或者Google Trend 就像之前 上次有給大家看一下 Google Trend 也可以拿到一些最新的 topic 或者最新的 search term 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保餘售賣實物 在香港做網店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運費貴 要客人給 可能令客人放棄 但又很難包容 有建議嗎 真的沒有什麼建議 你說如果你一牽涉到運費貴的問題 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你買什麼產品 但是 另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 你會不會在價錢上 可以做便宜一點 真的吸引到他 就算運費給 都會肯 都會肯去買這些東西 或者有些做法 比如你可能買吉他 那些他未必肯寄的 那會不會有些方法可以引到他 就是可以做一個小倉子 讓他上來試一下呢 因為如果你說 就算你說外國這樣 可能你上網買一些大件的東西 都是沒有世間的那麼容易 特別是香港運費那麼貴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有一點難做的 那我也想看看究竟你 你也說了一點 究竟你那個 你那個實物是什麼來的 大家可以在一個群組裡 大家都可以brainstorm一下 好,感謝Terence 6月18日最後一堂再見 好啊 那也是 好啊 我到時也會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行內的經驗 鼓勵自採會便宜一點 那我也覺得是 自採是一個方法 但是如果你說 就是我覺得 有些位置是 就是 市場也解決不了 就是 如果你的東西又很大件 又需要試的話 然後你又要 運費又很貴 然後你也不包油的話 其實也會衍生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說不肯包油的話 就是本身那個 product的 profit margin 其實不是很足夠 如果你包油的話 其實是蓋不了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要考量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如果那件product真的這麼大的話 也聽起來好像 要 如果那些大型的product 可能要試的 比如說床褥這樣 那床褥你可以 推薦的就是 都沒有的 其實如果你床褥的話 那個時候都是 床褥本身的 profit margin 夠高 可以蓋到運費 如果那件產品是 就是又大件 又profit margin 又不夠 香港的運費又貴 那我就會有一點點推薦 就看看你覺得 product值得做 或者product其實 是不是有沒有機會 可以高一點點 都買得到呢 那這個是我覺得 可以考慮的因素之一 好 鼓勵自採會便宜一點 這個也是另一個同學 去給你的idea OK 自己會買 OK 鼓勵自採會便宜一點 好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旅行團如何offer出去 如何offer出去 去給客人 說現在做旅行團 是超級慘的 不過我不知道 你做什麼旅行團 我自己有一個朋友 就是做glow travel 就是做一些深度的旅行團 北韓 做這些 就是烏克蘭那些 那這些 那個promote的方法 和你那些可能很不同 可能他promote的方法 做很多content 他自己寫書 講北韓的東西 去吸引別人 去出offer去報名 如果你說旅行團 如果offer出去給客人 這個 其實你來來去去 那個問題 都是 如果你說要出去給客人 都是Facebook廣告 Google廣告 但如果這兩個不合理 那你就要問一下 其實 第一章我們有學過 那五個競爭層 其實你是什麼競爭的層 還是人人都在做 假設現在開關 那些一百元 就是二百元去深圳 玩一日遊 人人都在做那些團 那究竟其實你有什麼 獨有的東西 那個offer可以放進去呢 譬如說 我是 二百元的團裡面 我是 可能我是 不帶你去 購物這麼多的 或者可能我 在一個景點裡面 所有的團都沒有的 那這些就是你要想的 獨有法則 如何吸引 你問我那個旅行團 如果你做一些 很普通的旅行團 就是 英美 韓國 日加那些 那最重要就是 那個旅行團有什麼特色的位置 或者價錢是怎樣 那這個就是 你想想這個offer 相對上我覺得是 就是 Digital 和Marketing裡面 這一部分的Marketing 定位比較重要一點 盡量和速遞公司長期合作 壓低運費 或者多間公司組成聯盟 壓低運費 好奇 本地遊 你的本地遊是什麼 我也想聽一下 本地遊你是 那些帶你去深度的旅行 你目標的是外國人 究竟其實你是去探訪些什麼 還是 那些一般那些 像是 平時屋邨下面那些 179元 帶你吃一餐 那些 那究竟是什麼 那這裡你又 我不介意你可以說多一點 一起想想 因為這個都很牽涉 定位的問題 未必是可以 就是在這個 有些距離的地方裡面 可以解答到的 不過你盡量打 我就盡量打 盡量和速遞公司長期合作 壓低運費 或者和多間公司組成聯盟 壓低運費 都可以 或者現在都很多 就是 就是幫你 就是會不會大家 教訓租倉上來 大家去看看貨 有些都是這樣的 就是譬如說 有些做法 就是那些 要賣啞鈴 那些公司夠重 那些其實都沒有包運費 通常他做一個便宜的倉 要不就上去拿 要不就算很貴的價錢 就要把他家裡留下給他 那他覺得很划算 他覺得不想拿 又給得起 就把他留下都可以 那如果他覺得自己真的省 就自己上倉自己拿 那如果他說 如果有個人跟你說 我又不想給運費 我又想你送到門口 我想貨便宜的話 這些客人是很難做的 也都幫不到的 那所以就你要想多一點 好 差不多了 那52分 那最後兩條問題 那我在一般香港人 可以提供特色的地方和餐 最重要是怎樣 可以進入行島 Facebook廣告 嘗試下Facebook廣告 100元300元 嘗試100元一天300元一天 嘗試究竟其實你的反應是怎樣 我經常說的 在Facebook廣告很簡單 下300元 我不用多的 300至800元 你下幾天 有幾樣東西 如果你300幾百元是有人問你 或者有一定的數量問你的問題 你就知道原來 其實那些產品都一定吸引力 那如果有人肯買的話 你甚至可以雙倍的預算 你也可以嘗試300元 如果300元出完廣告之後 可能你的廣告裡面 也都是 可能有一個offer 好像你所說 有本地遊 有些特色的地方 跟別人有什麼不同 在這個團裡面究竟有什麼得著 究竟如果你不在這個團 可能你會錯失了學習的機會 例如上課這樣說 你會說一些恐懼 或者給他一些期望 然後可能給他一個offer 嘗試扔出去 300元、500元 如果有一點點數 那就繼續升級 1000元、300元 直到你賺不到錢為止 那這個是我給你一點點的推薦 要別人看也不難 在Facebook廣告 300、500元 但是究竟能不能回到數 這個產品有什麼吸引力 就要你自己去試一試 鼓勵全購 全購也可以 但是如果我回應在上面 就是他的貨物太大件 全購都難做 你買這麼大的貨物 就像床褥一樣 你買10張 你哪有可能 你家裡也沒有10間房 給你擺床褥 所以這個也是考慮的事情 好 這裡我再說一些其他事情 今天是我最 就是不計6月18日的時候 的業內人士分享 今天就是我最後一課 教大家 就是關於一些網 Digital Marketing 一些廣告 一些集客式行銷 一些很基本的想法 那接下來的三課 就會有另一位導師Bernie 他主要就是做一些內容 那我告訴你 究竟我怎麼去建立內容 怎麼做一些內容 怎麼做一些適合我客體的內容 那他們就會再說多一點 那之後的三課程 就是三課裡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專心一點 或者可以留心多一點 看看Bernie究竟有什麼 可以分享給大家 他分享的經驗都是非常非常寶貴的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在我四課 在三課的課程裡面 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 令到你可以成為一個 Digital Marketer 或者突然之間 可以對這個市場很認識 但希望這次的課程裡面 都可以一個 就是一個 overview 或者一個 preview 讓大家知道 其實Digital Marketing 那個概念是什麼 或者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是做什麼為主 多的 希望這裡可以幫到大家 做一點點的準備 如果你真的想著自己 投身這一行 或者你在這一行 或者想自己做生意的話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的話 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 我想還有五分鐘時間 左右就完了 很感謝大家 謝謝你 232 和Ruko 希望下一課我就不在這裡 Bernie就會和大家 教授大家 六月十八號 最後呼籲 六月十八號 有個行內經驗分享 如果大家真的對這個行業 有興趣 或者想知道多一點點 到時我和Bernie都會在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不同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對這個行業 有更多的了解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有機會再見 拜拜 拜拜